人生的经历非常重要 我们老说人生两种 一种叫经历 一种叫阅历 过去的阅历是不包括你的经历的 就是你阅读 你看了多少书 今天的阅历是包括你看到多少事 就是你经过的事和看见的事 所以人生的经历非常重要 我们看看电视中的女主角 何小平 何小平一去呢 她的生活背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第一点呢 就是她是一个单独去的 单独去的跟整体去的是不一样 你比如新兵报道 新兵连一来来一百多人 大家立刻一排二排三排四排一分 是吧 然后你分在哪个班里 那这时候所有的人的关系呢 都迅速的结成群体 谁和谁好 谁和谁不好 谁和谁真好 谁和谁假好 心里都心知肚明 但是如果你单个去 人家的群体都已经 形成了一个个的小圈子的时候 你一进来 你肯定就会受到排挤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不是过去有 今天也有 今天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单位 你单枪匹马的去 支撑去的时候 你非常容易受到别人的排挤 非常正常 你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我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跟今天不一样 当时的人是讲出身的 你出身不好 你就自卑呀 你单独来的 你进不去人家的圈子 那何小平全占了 人 我们人的团体 形成这样的圈子 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不光是人 猫也是这样 你看我们这官复猫 就是个群体 我们这里有猫办公室 猫别墅 猫公馆 你如果新进来一只猫 你往里一撒 所有的猫都开始欺负它 对吧 马上都过来闻一闻呢 跟你打个招呼 要不然就齐生 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 它都是本能的 但是有的人能迅速地调整自己 有的人不能 有的人个性呢 是比较温和的 能够忍辱负重 有的人就比较倔强 就是绝不跟你合群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说的特别在理 就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你这个人一定是按照你的那种 文化习惯 你就是说我跟这人对不上眼 我跟这人就对得上气 就马上就能混到一起 对不上眼就混不到一起 人和人心里有没有隔阂 你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看不出来 所以在一个单位里 到底谁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亲密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的这个方华的前半部 最重要的是男主角 刘峰 黄轩眼的 就是一雷锋 雷锋啊 没什么新鲜的 我年轻时候就是一雷锋 跟他一样 愿意帮忙 什么事都帮忙 我今天生活中 依然有我年轻时候的朋友 就愿意帮忙 就是做这雷锋 因为我们所受的 就是那样一个教育 一边其中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桥段 电影中 这桥段呢 就是这个 刘峰呢 帮这个吹驰班的战友呢 打沙发 说买一沙发一百多 他哪摆得起 我给打一个才花三十块钱 我一看那沙发 我就乐了 你知道我乐什么呀 那沙发跟我打的沙发 一模一样 简直是恨不得是我打的 就那样 所有的工艺流程 太准确不过我 我的沙发可惜我也扔了 要不然我得抱上来 让你瞧瞧 我对这木匠啊 你看我后来喜欢老家具什么呀 跟我根上有关系 我从小就喜欢木匠 我会做 我做过很多家具 大衣柜 高地柜 沙发 都不在了 我说都不在了 你们就觉得我是吹牛 我真的不吹牛 拿一个我做的东西给你们看看 表明我没吹牛 出来了 这就是我做的小椅子 我这小椅子 没那么容易 你看看 侧面看 带斜度的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闹 我这都是暗锁的啊 每一个锁都是暗的 都是一个一个的暗锁 暗锁比明锁难做 明锁呢 可以加蝎子 这加不了 所以你做这个锁的时候 损毛的也必须合适 那么这椅子啊 这小椅子能做 你不信我给你做一个 你们看看 做一下 正经微作 坐着比那个黄华梨的还舒服 别看那鬼 我这坐得很舒服 很装模作样的坐一下 行了 他这个 差一点扔了 幸亏没扔 搁回去 刘峰这样一个活雷锋 他损失了一个什么呢 他损失了一个自我 很多人认为 当他是一个雷锋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精神象征 所以人的最基本的欲望呢 就降到了零 这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影响 我们那时候啊 人和人之间 尤其男女之间的情感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呢 去培养 谁也不会直接说 谁也不会愣头的时候 我一见你 我一眼就看上你了 没这事 您就一眼看上了 也得绕着好几年的功夫 最后把自己的情感 这个婉转的去表达 过去啊 我们这一代人啊 情感是两层 现在的人的情感是一层 就特直接上来 就是我喜欢你 咱今儿玩 该干嘛干嘛 是吧 过去不成 过去人的情感两层 一层叫革命情感 是工作之间的关系 是社会的关系 另一层情感 藏在底下的才是私人情感 私人情感是不能表达的 表达也是非常的 这个婉转 这个 比如啊 你表达 没有人说我爱你 我们那代人里不会有人说 谁说谁就是流氓 就不可能有人说 说我喜欢你 就相当于我爱你 我喜欢你 已经是最直接的表达 再婉转一点呢 就是我想你了 再婉转点啊 说你走几天 我还挺想你的 这句话 都是表达情感的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传递 所以 我们那一代人的追求 就是对女性的追求 都比较漫长 它中间可能出差 你看这个方华中 人与人之间的 几对男女之间的关系 它都不那么单一 要按现在简单了 我一进来 我看着你 咱俩怎么着 行就行不行拉倒 咱们谁别耗着啊 所以很快 各种关系就表明了 那时候的关系呢 都是在模模糊糊中 谁和谁之间呢 都不那么明确中呢 一点一滴的去 去这个递进 我们中国呀 传统文化中 没有直接表达情感的 这个内容 所以都学不会 今天是学会了 今天我看这个 男孩跟谁都敢说 女孩也敢说 上来就说 他其实不是 中国的文化传统 是受西方文化的 一个影响 将来有机会 我们专门讲讲 这个传统情感 和我们今天的 这种西化的情感 表达中的差异 那么我们看到 方华这个电影中呢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复杂性 这个复杂性呢 他融进了当时的 所有的社会内容 比如你的出身 比如你的资历 等等这些都是 你跟别人是否能够 很好相处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这里 像何小平这样的一个人呢 出身有一定的问题 我们过去非常讲出身 他呢出身又比较复杂 是双重关系 就是他不是跟他亲爹长大 要跟养父长大 所以他内心呢 就比较这个脆弱 就是内心呢 都是关门的 那么他到了部队以后 他误以为到了部队以后 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开朗的晴天的时候呢 忽然发现部队 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所以他把他所有的 对这个 对这个社会的情感 全部容纳到 他的专业当中 所以他在舞跳得特别认真 你们去看啊 他从开场一段 不断地展现 这个 每个演员的这种舞姿 说句实在话 当时的那女孩 跳不了这么好的舞 现在这女孩跳舞 可比我们年轻时候 那女孩跳舞跳得好 第一 基本功好 我看了那个 何小平那演员啊 叫苗苗的一个简历 就说他原来 从小就是那样 天天在练功房 有点不合群 我们生活中都能碰到 这种不合群的人 不合群的人往往 要不然就是性格孤僻 要不然就是身怀绝技 就是你 你不愿意跟人弄一起 你都是跳舞的 我这舞 你才转几圈 我这能转好几百圈呢 是吧 我看不起你是正常的 那么孤傲的人 往往就会 在这个社会中呢 就会被孤立 在你的小团体中 就会被孤立 那么何小平就被孤立了 被孤立了 当然这里有很多细节 你们都会去看啊 我在这里没必要去 复述他那个细节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中 他的 一旦他内心的那种 对社会的 这个 现象心寒的时候 当他沉入到最底的时候 他会放弃所有的理想 所以他就不再跳舞 他去了 前线 这一段战争的场面 我们有很多观众不适应 觉得太残酷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战争没离我们多远 我们这一代人 上面 我爹那一代 战争中走过来的 九死一生啊 我爹一块出来当兵 三十九个人 阵亡三十七个 阵亡比例非常大的 所以他们来谈生死 跟我们谈生死 完全是两种感觉 我们谈生死叫矫情 人家谈生死叫感受 那一代 我上面那一代人 我爹的所有的同事 当年的都是从战争走过来 都经历过生死 没经历过生死 你不可能走到新中国解放 所以他们那一代人 对生死看得都比较轻 不像我们 很重 那么我们看到的生死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同龄人 我这里我有非常好的朋友 就去过 当年就去过前线打仗啊 那活着回来 那有人就死了 我们现在对战争的 所有的认知呢 基本上 年轻的观众都来自于电影 我们现在啊 就是大部分年轻观众 对于这个战争呢 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了解啊 你看到电影 最近看到电影这两年呢 比如前两年的 《拯救大兵瑞恩》 对吧 今年的《敦克尔克》 对吧 《雪战》 《钢居岭》 这些电影的场面 都非常震撼 那我们就看到 《方华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也非常震撼 那么 为什么女兵要上战场啊 你就想这么残酷的场面 为什么要这么多女兵去救护啊 因为 我告诉你们 因为女兵在战场救护中 能使所有的战士相对安心很多 如果我负伤了 我身边全是一些男人 全扛着枪 这手拎着枪 这手给我擦着伤口 你想我心里是什么感受 那如果是一个女性 帮你去处理伤口 你多疼多痛苦多恐惧 都能够忍受 都能渡过那个难关 女兵是细心的温柔的 她是生理所决定的 所以女性对男性在战争中的抚慰啊 一定是大大的高于男性在战争中的抚慰 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电影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看过的要回忆 没看过的要去注意看 就是当何小平给这个烧伤的啊 严重烧伤的战士擦药的时候 跟他有一段对话 这书轰炸来了 房顶坍塌 何小平一个乐器 扑在这个战士身上 那么镜头一转 战争场面就定格于此 芳华有两个乐器 两个女性一跃而起 一个是唯美的 在前面 萧穗子一个渔越跳进泳池 你知道啊 我们这代人都去游个泳在游泳池 或者在河边 很多人这种一个渔越跳水 如果是个女的跳水 那一定大家都觉得非常精彩 男孩子喜欢 女孩子很少有这种跳水 那么另一个 我认为比前面更加优美的 这个跳起呢 就是何小平这一跃而起 铺在他的战友身上 何小平的这种本能啊 你年轻啊 你就很难去理解 我就特别理解 为什么 76年啊 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 北京啊 晃动强烈啊 那时候我在空军总医院 这个 三点四十二分 这个 整个的这个手术室 手术室还有手术呢 正在晃动 哗啦 玻璃就碎了 这个 当时是接生 好像是 这个医生呢 一下就扑在这个手术室上 扑在这个 呃 产妇身上啊 就说 我在你就在 啊 就是这样一句话啊 就是这样一句话 让这个 产妇非常的安心 我们当时那一代人都特别能理解 在关键时候的现身精神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 啊 救死扶伤 那年啊 唐山大地震啊 早上三点四十二分地震 到中午十一点左右的时候 第一批伤员已经拉到了这个 空军总医院 就在操场上搭了很 当时帐篷都没来得及搭起来 就是拿步一围 开始手术 露天啊 我们扒着去看 当时也帮忙 去看 看那缝那大面积的创伤啊 就是让你看到触目惊心 我们就不很细致地去描绘了 我们不细致地去描绘 我第一次看缝和伤口的时候 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它跟缝衣服是两回事 你缝衣服就是拿根针来回缝 缝伤口 两个镊子夹着针 医生的那个手法非常的快 给伤口缝起来 那伤口不是小伤口 是非常大的伤口 所以你看战争场面 你看不下去 你年轻啊 你这个觉得我生活如此美好 为什么让我看这么残酷的事情呢 我觉得 我也能理解啊 但是你一定要认识到 人类所面临的就是这些问题 战争离我们既远又近 这个人在战争面前是不怕死的 打起仗来你也不怕死 你现在有多怕死 当你上了战场你就会不怕死 这是我告诉你的 不是我告诉你的 是我爹告诉你的 我爹告诉我的 他跟我说打仗的时候 你跟一个人素不相识 你跟这日本人素不相识 瞬间两个人就面对面 一分钟之内决出生死 非常的残酷 所以在战争面前呢 没有人怕死 我们的军纪啊 不是我们的军纪 全世界的军纪都有一条 逃兵就地政法 为什么 是因为只要有逃兵 就会这个影响士气 所以古今中外 对逃兵的处理方法都很简单 一旦战争打响 所有的人都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 生死一定是置之度外的 我们有书战争中可以看到 有些人有求死的之心 为什么求死之心 希望跟这个敌人同归于尽 我们看到过去的电影 英雄而女 王成向我开炮 我们小说就这样 包括英雄赞歌 英雄赞歌的这个歌 我想对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对冯小刚导演的 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这个歌被引进了 重新的大段的引进了 芳华这个电影 我想它不是一个 简单的这种复制 而是一种 像我们过去的精神致意 我说了这么多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告诉你们 这电影值得一看 我们电影的现在类型越来越少 这种带有情怀的 带有情节的电影 是越来离你好像越远 我们认为电影中 好像只是喜剧能看 其他都不能看 我就碰见过有的年轻孩子跟我说 说电影不就是乐一场吗 我觉得他对电影的 这个理解就太浅了 我去看的时候 因为还有几个同事一块跟着我们 他都年轻 看完了以后上车 我就跟他们聊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们都说 一开始舞蹈太长了 太拖沓了 那我一下就想起来 我教你们怎么看电影 这电影怎么看是一个技巧 看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消遣 当然有一种图一乐的消遣 就是喜剧电影 你看完一乐高高兴兴就走了 我觉得这可以 我们看电影 你比如我看电影 跟看小说一样 过去人开玩笑说 说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 有什么不同吗 说古典小说是这样 说你都看了三十多页了 男女主人公还没拉手吗 现在的小说第一页 恨不得就上床了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的电影呢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的电影是故事性很强 很多人愿意看故事 今天的电影是情节性要强 故事可以不连贯 但情节必须紧张 所以美国那种超级大片上来 几分钟就给你弄一半死 但是我们要看这种 叙事性的 带有情节的电影呢 那么你就不一定 完全的是看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的信息和资讯也发达 大部分人在看电影之前 如果做一个功课 对这个电影就基本大概有个了解 所以你要看什么呢 要看它所有的细节的表达 要看你所不了解的那一段生活 我看这个 我写微博以后 很多这个网友就说 说我也真的想了解了解 我们父辈的那个时代 对吧 那我想他可能年龄就是二三十岁吧 我们今天啊 你比如我今天去看《红楼梦》 跟我十六岁看《红楼梦》 完全不一样 《红楼梦》每次看都不一样 为什么是你看的内容不一样 你第一次看《红楼梦》 一定是看宝代拆之间的情感 看他们之间的个悲剧 对吧 你再去看呢 你就会看到它很重要的一些文学的表达 什么叫文学的表达呢 太生了一夜之仇 骄习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 骄喘微微 这就是文学的表达 那我现在如果再去翻过头来看《红楼梦》 我看什么呢 看它社会学的表达 我会看它的摆的器物 是怎么回事 谁和谁借了一个玻璃抗瓶 它为什么要借玻璃抗瓶呢 因为当时玻璃抗瓶 玻璃的东西比任何珠宝都贵 在乾隆年间玻璃是最贵的东西 最奢侈的奢侈品 那么美国大片呢 是因为它是工业化生产 这么多年看大片 看来看去把我们给带坏了 就是我们看的都是干脆直接的这个戏 简单 那我们今天如果去看芳华这样的电影呢 如果你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你会要注意到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细节 使用的东西 你要看看 你比如那里有大保温筒 练功累了去喝水 你看那个保温筒 现在我一回想 多少年也没见过这种东西了 对吧 那么你看看当时部队的那种行军 鼓动打快板 为什么打快板 因为只有快板有节奏啊 打快板念一段 然后鼓动这个士气往前走啊 你看啊 那个林丁丁有一段 就是他娇生惯养吗 他走不了道吗 走走走 脚底下起炮了 给了那么大一特写 那水炮挤的时候 我脚底下都疼 脚底下今天 谁脚底下走道能走出炮来 你走不出炮来 为什么你走不出炮来 是因为你的鞋好 你倒要走的少 对不对 今天脚底下能走出炮来的人 我想非常少了 在我们那年月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拉链 我拉链拉过 那么拉链的时候呢 如果鞋不合适 如果说有的人出汗 脚出汗 袜子湿了 脚很容易起炮 那炮啊 炮叠炮 那炮必须拿针啊 除破了 你知道 你看那么大炮啊 你在电影上 你看他很刺激啊 他除破了 那水全出来了吧 我告诉你 他还有一招 他没告诉你呢 这炮除破了 你不理他 你穿上鞋 走不了几步 里头还是炮 那炮又起来了 里头还是水 所以过去啊 炮如果处破了 还要继续行军的话 怎么办 找女兵 要根头发去 从扎破的那两个眼中 穿过去 把这根头发 你不能把那个皮剪下去 剪下去 你就走不了道 疼死你 把那个皮中 穿一根头发 让那个渣的 那个针眼不能够长合 所以呢 一旦要是再磨出水 它就会流出来 就不会那么疼 那么这些细节的表达呢 你今天觉得 哎呦 我说那么恶音的脚蝶 怎么几颗大炮啊 我告诉你 你要赶上战争年代 你要赶上急行军 你脚蝶不大炮 那就是不可能的 一部电影啊 就勾起我很多 这个年轻时候的 这个回忆 人年轻的时候呢 是有憧憬的 因为有前程 人老的时候呢 没了憧憬呢 就有了回忆 人生很公平啊 让你老有想法 只不过是一个往前想 一个是往回看 那么我看了 芳华这个电影呢 我一散场啊 我这个马上就给 严格林发一 微信 我说刚看完 芳华啊 说咱俩什么时候见个面 他说我一月中心回去 回去约个饭局 聊一聊 有很多话想说 我为什么想说呢 是因为 我们今天啊 还有机会去 通过电影这样一个 艺术形式 是回忆我们曾有过的 这个青春年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 每一个今天啊 有青春的人 四十年以后 一定也会回忆自己的 芳华时代 这芳华这瓶子摆在上面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啊 这些猫啊 看看我们的成两两啊 我们的云朵朵 刚才我们的花绒啊 大家不错 知道这瓶子名贵 所以不让上跳啊 跳上来我就得制止他们 这就是康熙时期的啊 文工团 康熙时期的文工团就这样啊 看见没有 跟芳华时期的那个 跟芳华电视里的那个文工团 差不多啊 说拉弹唱 这个瓶子啊 给它沾了一下 好 这猫跳上来 咱就出娄子了 看 每个时代啊 都有每个时代的需求 三百多年前 康熙时期也要组织 这样的文工团 看见没有 够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百九十 比这个 芳华电影里那个文工团的人不少啊 只不过这都是女的 缺这个 我们的 刘峰 这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棒垂瓶 这种是软棒垂瓶 带有雍正时期造型的特征 那么这件东西呢 大约就是康熙最晚期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 当时大清国呢 已经江山平定 物负民风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 说拉弹唱的一个表达 这种表达在康熙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的 那时候国家动荡 跟我们的电影一样 我们的电影就是这样 早期的电影拍的最多的就是战争片 这个地道战 地雷战 南征北战 各种打仗 一道拍鲜花盛开的村庄的时候 就已经是国家比较安定了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 这个时候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 社会物质都比较丰富 那我们为什么 还要有 方华这样的电影呢 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代人的一个情怀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就是跟他们父辈之间 就差一个方华 我们下次再说吧 你们不许动啊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午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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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